今天这台车呢 北京现在的全新第五代圣达 第五代圣达的官方指导价是从195,800到268,800 相比于上一代呢 指导价是全面下调了 所以今天更多从实车的角度 来看看它有哪些具体的一些变化 圣达这台车呢 其实它是现在的首款SUV车型 2000年在美国上市 然后直到2004年才通过进口的形式进入国内 然后是在2013年完成了国产化 当时是第三代的圣达了 圣达呢 其实伴随着整个韩系的巅峰 曾经是有过一段非常辉煌的历史的 但是随着第四代圣达的销量逐渐的走低 它在中型SUV市场是逐渐失去了它的一个关注度 因此第五代圣达 我觉得它是有一种破釜沉舟的这样一个感觉 它的变化是巨大了 也是想通过这种巨大的改变 来扭转整个车型销量上的这样一个颓势 然后在外观整体方面 它采用了全新的这种设计底 它的外观变化到你甚至无法 拿它与上一代圣达产生这种必要的联系 然后整个变成了这种硬派方盒子的这种造型 但是它的风阻系数较上一代居然是有所降低的 现在是变成了0.3 另外这台车也是带有主动式的进气格杉 也是针对这种方盒子的造型 做了一些调整跟优化 外观方面会有两种风格 供大家选择 前脸大灯与中网是采用了这种视觉贯穿的设计 镜条都是非常平直 然后你会发现无论是大灯还是前保险杠 都是字母H的造型也是与现在的车标相呼应 然后在车身数据方面 仅仅是它的车高相比于上一代增加了60毫米 然后在车长车宽没有变化的前提下 它的轴距居然是缩短了 现在来到2815毫米 这点在目前的汽车市场 无论是换代还是改款方面 其实是不太常见的手法 我的赛设计是为了保持整个车身 整个比例更加的协调 然后在细节方面 就是它的整个C柱上 给你带有了一个隐藏式的这种攀岩的把手 目的是为了让你更加方便 在车点去安装和使用一些具体的配置 车尾是延续了整车的平直设计 包括它的贯穿尾灯 都是这种线条平直的造型 只不过它的角度设计是比较偏下的 然后这台车的整体外观的协调性 还是非常高的 内饰就是首先现在非常喜欢的 贯穿式连屏的设计 仪表盘与中控屏的尺寸 全部都是来到了12.3英寸 然后在此之外 还在中控屏的下方 配备了一块6.6英寸的触控屏 用来控制像是空调座椅这些配置的功能 另外整个内设的材质是多种融合的 设计及用料方面是可以给个好评的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它的整个三幅式的东风能方向盘上的功能 判定它是带有R2节的驾驶辅助的 另外这台车也是带有感知元件 像是毫米波雷达摄像头这些硬件为主体 相信它的驾驶辅助方面的表现肯定不会差 然后在细节方面 就是它现在把整个换挡机制 改成了这种怀挡旋扭式的这种机制 然后咱们的用户经过一段时间的整个熟悉之后 我相信怀挡的整个操作的一个便利性 它是更有优势的 然后在细节方面就是高配车型 会以会用到NAPA的整个材质 在目前这个版本上的这个配置的车型的 整个座椅的包裹性以及舒适性 我觉得也是比较OK的 然后整个车内的座椅布局会分为 五座六座七座三种这种布局可选 然后在动力方面 这台车全系都是2.0T的发动机 匹配81T的变速箱 最大功率182千瓦 最大的峰值扭矩来到353牛米 然后大家不要被这台车的外观 所改变印象把它定位成一台硬派越野 其实它的整个定位 还是满足家庭多场景化的用车需求 我相信它的外观肯定会吸引一部分 比较喜欢硬派越野 但不去越野的用户 当然这台车是带有AWD的四驱系统 它去应对一些日常化的复杂路况的能力 是绝对具备的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